朋友们大家好 这期我们来聊一聊 那么有两种药在咱们作物上 那么它的合理的使用 第一种就是说这个边缘机飘零 不管你是种植草莓还是茄果类 只要是开花这样的一些作物 边缘机飘零首先第一个 它可以促使花芽分化 从而提高结果的数量 这是边缘机飘零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壁户 就是说这个赤霉酸 饮多乙酸和云苔素 三元复配的 在前期具有生根的作用 第二个呢也具有促使花芽分化的作用 第三个呢还有助于提高品质质量 提高作物的一个抗击性 那么在作物上如何去应用呢 建议咱们朋友们呢 就是说在开花之前 建议咱们朋友们呢使用一次 第二次呢是在这个 蓬果期 那么第三次使用的一个时间呢 是在上市前的半个月 因为这个时候呢 咱们硕果累累 这个病害呢也是高发的一个时期 随着这三个时间段 我们朋友们呢一定要把握住 就说好了 寄了 一点